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。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說, 其中講到內政、經濟和外交等問題。 在外交和安全領域,岸田文雄講到, 考慮到中國和北韓兩個地方, 日本政府將會在五年內徹底強化防衛力, 亦包括對敵人的基地攻擊能力等展開討論, 亦會修改和安全相關的三個文件, 有期待國會可以加快討論和修改憲法。 而內政方面,岸田文雄點名同一教會, 強調會推出措施, 挽回自民黨的聲譽, 亦都會研究修改消費者合同法令等等, 就會協助那些因為性質惡劣、 營商方式及高額捐款的受害者。 他亦都講到,聽到反對為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行角狀聲音, 他承諾會認真地對待國民的各種意見, 用來在今後施政。 岸田同時亦都強調, 他決心重振經濟, 利用日元貶值優勢去爭取外國旅客消費額, 全年超過五萬億日元, 亦都會採取前所未有的政策, 去舒緩電費上漲為家庭及企業造成的沉重負擔。 這裏他的演說, 可以講得上是都講完日本要做的事, 包括經濟、內政及外交等等。 其實,我想大家最關心的應該就是他的外交政策。 他講道,要考慮到中國和北韓是會在五年內強化防衛力。 其實之前,他們那邊亦都出了一個新聞, 就是講的國防預算是要可以去到一個上限很高的點, 因為他是要在有限的時間之內開發到他剛才所講的, 對敵基地攻擊能力這些動作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邊留個言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